美国科技大厂Intel推出第三代Zeon 可扩充处理器平台 以自家10nm打造 性能是前一代1.46倍 解决AIO7 5G边缘运算各种情境 找来严华 广达 英业达 台湾微软 三十二家企业伙伴一同站台 去年事实上是一个长足的 Growth for Intel来说 在整个cloud industry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在first half有一些digest with isolated launch 然后整个build up 以生态系巩固市场地位也有原因 英特尔日前公布的第二季猜测 净收入下滑 成绩不如预期 资料中心事业群营收更是骤降20% 更有报告直指过去五年 英特尔资料中心试战率 从98%锐减到68% 对手靠着ARM架构CPU 不断侵蚀英特尔既有优势 英特尔23号股价重跌 如今已经跌破60美元 AMD第三代EPIC处理器 以台积电7nm生产 速度快 价格也有竞争力 不只如此 以GPU处理器声明大造的挥达 也计划禁决资料中心领域 推出名为Grace的晶片 后称运算速度更比过往快上十倍 最快2023年上市 云端资料中心市场大战 可说更加激烈 英特尔执行政基辛格坦言 全球晶片短缺问题可能延续两年 面对抽维 挥达 抢夺市政律 市场也密切关注 新唐人眼带电视 各自练习为头 台湾 台北 报道